真的会消失吗 李莫的生命体征正在慢慢消散 这酒店九层的高度真的很厉害 短短几秒 一个鲜活的生命便结束了 而留下的是桑鱼碗痛彻心扉的哭喊声 她明明上一分钟还在和自己说她想要去尔海 想要去诱试桑鱼碗热爱的田野 和桑鱼碗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时光 夏天真的很燥热 可李莫喜欢 她说夏天可以穿美丽的裙子给路次穿看 可惜她爱的人终究不相信她 夏天的风今天有点大 树会因为留不住叶子而哭泣吗 桑小姐 李小姐可以开始火化了 这是 她的丈夫 麻烦你给这个人打个电话 瓷川哥哥 这还好漂亮啊 你喜欢就好 你好 请问李莫小姐是您的妻子吗 是 这个贱人又惹了什么事了 是这样的 李莫小姐的尸体正在火化 两个小时后请您来拿走李莫小姐的骨灰 听到后 路次穿顿时一下子就定住了 李莫 死了 不可能 他为了肚子里那个口口声声说是自己的孩子 他怎么会死 之前把他往海里推他都求自己放过 他和肚子里那个所谓是自己孩子的野种 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死 他哥哥的命还在自己手里呢 李家可就生他亲爱的哥哥了 嗯 路次穿轻笑了一声 挂了电话 工作人员看着挂了的电话不由得心疼起李莫来 就是死了 丈夫也毫不关心 一寒 周延晚盯着眼前的男人不由的眼神开始妩媚 谁不想得到全淮安城最帅最有钱最有地位的人呢 死穿哥哥刚刚在和谁打电话呀 没什么 有人骗我说李莫死了 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敢骗我了 那要是真的你可不得心疼死 而周延晚盯的内心却在欢呼 谁稀罕 死了最好 五分钟后 一寒带来了一个他始终觉得别人在骗他的噩耗 陆总 夫人 真的去世了 听到消息的陆慈川声音有些发颤 确定吗 确定 我知道了 延晚盯 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就能装进这么小的盒子里呢 桑鱼碗接过盒子 怎么这么亲呢 他不由的想起以前的李莫为了好看漂亮 让陆慈川喜欢他总是保持着90斤的体重 可是他跳楼的时候那模样却看了只有50斤 阿莫 我带你回家了 桑鱼碗轻轻地抚摸着骨灰盒上的照片 照片上的人笑无花 美丽地让人挪不开眼睛 正是一个男人走了过来 神情冷淡地看着桑鱼碗以及他手上的骨灰盒 他人呢 陆先生 他死了你满意了吗 桑鱼碗冷漠地看着他 他真的恨不得亲手弄死眼前这个该死的男人 你骗谁呢 随便一个骨灰盒子贴上他的照片就是他了 可笑 陆慈川的眼角微微泛红 眼睛死死地盯着桑鱼碗 仿佛只要他说李莫没死 他就还可以放肆地欺压李莫 可是桑鱼碗走了 这是真的 站住 他到底在哪 你们这拙劣的把戏也想骗我 桑鱼碗的怒气再也压抑不住了 一个巴掌结结实实地打在了他的脸上 他在这 在这个狭窄的盒子里 堂堂还安城最骄傲的玫瑰被你亲手毁了 我倒是希望这是一场戏 桑鱼碗说完 抬眼便看见急匆匆赶来的意涵 你不信我 你的得力助手总该信吧 陆先生 桑鱼碗甩下这句话 眼里藏刀如果眼神可以杀人 他陆慈川都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 陆慈川眼里的泪水像他一般举强 始终不相信 过了半想 他冷漠地说 死了好 什么 阿姨 回到南安别墅的时候 一涵不敢说一句关于黎莫的事情 他看见有些失魂的陆慈川 他在想什么呢 是在为夫人的死难过伤神 还是在想为什么不是他折磨死的夫人吗 回到别墅的陆慈川 安安静静 他看见了在一旁抹眼泪的陈怡 感受到了这栋别墅刺骨的寒冷 明明三年前 它是一个充满阳光 欢笑的地方 什么时候变成了人间炼狱了 他默默地走回了卧室 夫人她 安葬好了吗 陈怡哽咽地说 泪水怎么也止不住 夫人待她真的很好 在心里早就把夫人当女儿了 桑小姐已经安排好了 一涵不敢看陈怡的眼睛 他怕看了她也会难过 那就好 那就好 卧室里的陆慈川几瓶酒下肚 他醉了 他仿佛看见了黎默 阿末 他轻声谜南 他想要抱住他 可是他越走越远 越来越模糊 他怎么跑也追不上 阿末 陆慈川从梦中惊醒 身上已经被汗水浸湿了 他晃了晃神 才发现这是一场梦 他在床上呆坐了一会 他的脑子清醒了一些 想到他那躺在床上的植物人姐姐 他就恨不得将黎默一点点地掐死 若慈川到客厅时 看见陈医端来了一碗醒酒汤 昨夜小汉拿了份文件 找您签字的时候 发现您喝醉了 我想喝完酒第二天 一定难受就给您做了碗醒酒汤 谢谢陈医 辛苦了 他尝了一口就知道 这是黎默之前叫他做的 但和黎默比 总是差了点什么 怎么到处都有他的 影子 车上 一寒看着老板想说些什么 他调了那天黎默跳楼自杀的监控 也查了前几天黎默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你想说什么就说 不用老是看我 陆总 夫人他死前有人 话还未说完 陆慈川的手机便响了起来 他手一台示意一寒暂停 慈川哥哥 你晚上几点回来啊 娇滴滴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 一寒只觉得刺耳 他真的为夫人鸣不平 夫人是他见过最爱笑 最温柔的人了 我起量早点 这边的事不好处理 先挂了 周延晚话还没说完电话就被挂了 不过他还是很开心 因为黎默死了 只要他死了 陆太太的位置就是他的了 他优雅地点开了许贺发来的视频 视频里面五六个男人一点点羞辱着黎默 默默肚子里的孩子就那样一点一点地被弄没了 听着视频里黎默的哭喊声 他真的好高兴啊 他真的痛快极了 陆总 夫人他死前辈 一涵这次说话再次被打断 是医院来的 真的会消失吗 你好 陆先生 陆小姐的状态最近特别好 有醒来的迹象 你说什么 真的吗 原本是要去公司处理些问题的 在调头去医院的路上 一涵没有再说话 他看明白了 陆子川不关心这些 病房里陆生的生命体征良好 医生说情况非常乐观 醒过来的几率非常大 太好了 姐 你终于要醒了 林默那个贱人 他们都说死了 怎么可能呢 他把你害成这个样子 他不能就这么轻易死了 他终究还是不信 从病房里出来 他听到两名护士的一言一语 你看那个视频了吗 我的天哪 吓死我了 你是说那个林默小姐吗 都上热搜了 当然知道 我觉得他好可怜啊 是啊 听说摔得都看不清模样了 他真的好漂亮 我之前看过他的一些视频 他笑起来真的好温柔啊 可惜了 听说自杀前还流产了呢 陆子川听得一清二楚 可是他仍旧不相信 他只是觉得他这回戏做得挺好的 可是他真的不信吗 公寓里桑鱼碗正在收拾东西 他订了下午两点去尔海的机票 他和林默一起去 这是他的小愿望他得满足 突然敲门声响起 陆子川你干什么 林默 你再不出来 我就费你哥一只手 林默 你给老子出来 你有意思吗 他死了 陆子川 你根本就配不上阿末 我嫌你恶心 陆子川 你能坐到今天这个位子 要不是林默一家帮你 你早就死了 林伯伯 林伯母带你像亲生儿子一样 可你却安排了车祸 撞死了他们 林燕哥把你当兄弟 可你却算计他 把他囚禁了 林默比任何人都爱你 可你呢 却找来了五六个男人羞辱他 你亲手把你和他的孩子杀了 他精神崩溃跳了龙 说到这里 桑鱼碗的声音颤抖了起来 他恶狠狠地盯着他 陆子川 怎么死的不是你啊 你说什么 我从来都没有派人去羞辱他 桑鱼碗 你应该知道 欺骗我的下场吧 我呸 谁TM稀罕骗你 陆子川你骗鬼呢 许赫不是你的兄弟吗 你们富家子弟的大门我进不去 我只能在铁门外听着 听着他无助的声音 许赫死活都不肯开门 我给他跪下磕头 他始终都不肯 他说这是你的吩咐 桑鱼碗的双眼已经哭红哭肿了 他的阿末 终究是回不来了 从桑鱼碗那离开已经过了半小时 义涵已经把视频发给了他 可他始终都不敢点开 他喝了一口黎莫喜欢的红酒 手颤抖地点开了 黑漆漆的房间被人打开了灯 黎莫他看着眼前的几个男人脸色变得惨白 你们是谁 你们怎么会进来的 哟 原来还怀着肿呢 难怪让哥几个来伺候伺候你啊 各位大哥 我求求你们 放过我 我可以给你们钱的 求求你们了 黎莫已经退到了墙角 他惨白的小脸上挂着泪珠 实在是惹人怜爱 可是这些粗汉才不在乎 老子告诉你 付钱的就是陆氏的总裁陆思川 你那点破钱哥几个不稀罕 不可能 他不会的 来来来 给你看看 说吧 为首的男人就掏出手机给他看了视频 陆思川看不见手机上的人是否是他 但是通过视频中黎莫的表情 以及他听到的一些声音 跟他的声音一模一样 罢了他 六百万就是你们的了 黎莫的脸上充满了绝望 原来我这一生都会对你好 这句话是假的 陆思川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心里仿佛有把刀扎进去 后来他们暴力的撕扯着他的衣服 他撕心裂肺的呼救声让陆思川害怕 他看着他被一个又一个的人羞辱 鲜血染红了地板 淮安城最娇艳的玫瑰在这一刻 在这一晚 雕落了 看完后他起身的时候有些踉跡 陆思川看了一眼时间 一点三十五 他早就让一涵查了桑鱼碗的行踪 下午两点的机票 是去尔海的 他开车狂雕 一点五十的时候他拦住了他 桑鱼碗 我会给我 陆先生你做梦 阿墨不想看到你 他都死了 你装什么神情 你现在爱他有用吗 他愣住了 他真的很爱黎墨 但想到姐姐的模样 他冷漠地说 不 我是恨他的 他不是死了吗 那我养了他的骨灰 别听解气的 黎墨死前他说他想和我去尔海 那我心软一点 把他的骨灰撒在那不就好了 他不想见到你 你恶心 他想要去尔海 桑鱼碗这一吼 把他吼清醒了 最后他放了桑鱼碗和那个刺眼的骨灰盒 他让一涵把周延碗接了回来 又让一涵去找许鹤 周延碗也有些纳闷 自己做的那些事情天衣无缝 应该不可能会被发现的 陆慈川看着这间空阔的房间 没错 这是黎墨被羞辱的地方 只是被收拾得干干净净 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 电话来了 是一涵打来的 他说许鹤失踪了 替我找 欠牙海角都要给我找到他 而周延碗的电话 他一个也没有接 他烦躁不安 他去了姐姐那里 他看着病床上的姐姐心就开始痛 他痛为什么是黎墨害姐姐成了植物人 他痛为什么黎墨会和别人有了孩子 他最痛的还是他死了 姐 他死了 我感觉我好像什么都没有了 他一面觉得黎墨该死 他害了这个世界上他唯一的亲人 他真的该死 可是他们是相爱的 他爱黎墨 他死了 他好像也死了 只剩下一个苦苦支撑的躯壳 支撑点就是黎墨该死 我好累啊 姐你快点醒 真的会消失吗 妈妈 为什么爸爸每次都好久才来看我们一次 对呀对呀 怎么还不回来 爸爸工作忙 但他马上就会回来了 可是爸爸没等到 却等来了陆军的妻子 程延林 程延林恶狠狠地盯着眼前的三人 扫了一下这破就却干净的小屋 冷笑一声 看来陆军这狗男人对你们也不是很好啊 住这么破烂的房子 你是谁 来做什么 温染极力保持着冷静 他不能让两个孩子有事 我 城市的千金大小姐 淮安城最大的基业就是我家的 然后又说出了让温染精神崩溃的一句话 同时 也是陆军名媒正娶的妻子 陆子川却恶狠狠地盯着程延林 程延林倒是饶有兴趣地看着他 这小狼崽子倒是一点都不像陆军那狗东西的性格 把这两个孩子带走 多 你不能带走我的孩子 这个地方还轮不到你说话 给我带走 程延林一行人走后 外面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 只留下温染绝望的枯海 后来陆子川和陆生到了程家做了庸人 而温染却在他们被带走后的第三个月郁郁而终了 程延林和陆军有一个孩子 叫程一礼 是程氏唯一的继承人 程一礼经常骂他欺负他 每次陆生都紧紧挡着他前面 那些伤都落在了陆生的身上 到了陆子川18岁那一年 程氏遇到了危机 程延林可不希望自己的儿子第三下四个求人借钱 这个差事便落在了陆子川的身上 许多人都十分不屑借钱给程家 因此陆子川也没少挨打 最后一家是黎家 这时候黎家正在尔海度假 就在这里 穷困潦倒的他遇见了美丽动人的黎诺 他没有嫌弃他 问他是谁 他呆住了 他心动了 一愣一愣地回答着 黎诺被他的反应逗笑了 你怎么呆呆的呀 好可爱 少女的笑容温暖了他在成家狗活的那些日子 他甚至有些高兴 高兴来的不是程一礼 而是他陆子川 要借多少呀 五千万 走吧 去找我爸爸 黎诺拉过陆子川的手 少女的手好软 像棉花一样 黎家很疼爱黎诺 但五千万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爸爸 我的卡里有一千万 你就再借四千万给我 好不好 黎诺一对黎诺撒娇 他就没辙了 好好好 爸爸进 你先出去等一会 爸爸跟他聊聊 好 黎诺开心地走了出去 走过他的身边悄悄喊了声 加油 黎诺看着眼前的陆子川 他知道他的身世 也看出了陆子川的狼子野心 他说 希望你能得偿所愿 你倒还挺有本事的 黎诺可是后起之秀 你居然能让他们寄钱给我们 一礼啊 明天你带些贵重的东西去跟黎诺提亲去 黎诺 小门小户 没听说过 不去 黎诺可不是小门小户 能在这短短几年内做到差不多和成家并肩 有本事的很 而且黎诺的那位小姐漂亮的很 真的吗 那我得好好看看 成言明不屑地看了陆子川一眼 明天你和义黎一起去 谈妥了亲事 我就可以考虑考虑放满你们 让你们过普通人的日子 成家后任废弃又破旧的柴房 就是姐弟俩的家 陆生开门见山 你是不是不希望成义黎娶那个黎小姐 姐 那个人渣 又是娶了她 会喊人家一辈子的 那你就不要做 去的时候什么都不说 脚黄就好了 陆生心疼弟弟 长这么大 他第一次见他喜欢一个人 无助又无奈地喜欢 可是姐 他说会考虑放了 那个女人的话你也信 陆生生气地打断他 陆子川是不信的 可是但凡有一点机会 让他和姐姐脱离苦海 他也想试试 黎默一镜包间就看见了陆子川 心里有些高兴 成义黎看到黎默的低眼就爱上了他 这也太美了 把成义黎看得湿了魂魄 黎叶得知来意 气得差点拍桌子 这门婚事我不同意 黎叔你怎么能不同意呢 现在成家的经济恢复了 那五千万 不 六千万都还给您 你看 现在黎家和成家强强联手 这怀安城可就是你我两家的天下了 成义黎画大饼的模样 让黎燕翻了个白眼 什么东西啊 自己的妹妹要是嫁给了她 这么能画 妹妹早晚得饿死 再说了 我一表人才 风流倜傥 黎小姐美丽动人 端庄大方 我俩简直是天作之合 真的会消失吗 明明长得像猴子 还一表人才 风流倜傥 真给自己贴金 你说什么呢 成义黎生气了 自己怎么会长得像猴子呢 我可是迷倒了那么多女孩子呢 黎燕忍着笑 小孩子家家胡说什么呢 成公子对不住了 小女顽皮还行见谅 她不满意地推了推路此川 你TM倒是说句话 黎小姐说得对 李 成义黎气得想当场打人 但碍于面子他人 这次提亲不欢而散 黎家高兴成家愁 刚离开 她就一脚踹在了路此川的身上 张本事了 一个成家的佣人 你也配 成义黎怒气冲天地离开了 她才不会带这条狗回去 坐飞机来那就走着回去 而路此川却迅速地跑向了黎墨 黎小姐 黎墨正准备走 看见气喘吁吁的路此川 有些欢喜 你怎么来了 我 你怎么受伤了 他是不是又欺负你了 黎墨有些心疼 黎小姐 你不要嫁给他 黎墨愣住了 但很快他又笑了 我不想嫁给他 路此川也笑了 黎墨知道他看得出来自己不想嫁 可他还是想要亲口告诉他 我不想嫁给他 路此川是大约三天后回来的 他没有钱 只能马不停蹄地走 阿茨 你这是 他又打你了 什么东西 跟温染一样恶心 敢冒我儿子 我今天就让你们母子团聚 程延林怒火冲天 这次他动真格了 程夫人 我求你了 放过我们吧 夫人 黎家小姐和少爷来了 先留你一条命 黎小姐 黎公子 真是不好意思 让你等这么久 没事 也就做了一小会 黎小姐是来找我家一礼的吗 程伯母 我不是来找她的 我是来找我丢的东西 丢了东西 是的 上回贵公子 跟我妹妹提亲的时候 在包厢里丢了一块手帕 本来也不打紧 只不过那是她亲手绣的 意义非凡 所以 啊 我懂我懂 我这就去查 伯母 不用查了 我知道是谁 是谁 程延林有些担忧 该不会是那个逆子吧 就是上次程公子旁边的那位 原来是那个东西啊 来人 把他带过来 片刻 两个保镖把陆慈川带了进来 哭喊的路声 则被拦在了外面 黎小姐 黎公子 人在这里 我这就让人揍一顿 好给你们一个交代 算了 就不劳烦程伯母了 我们想带回去惩罚惩罚 毕竟是条人命 我家后院老宅 可好久没人清理了 伯母不会不乐意吧 给我们家做苦工都不行 行 当然行 那就带走吧 伯母 多谢了 那我们就先走了 不客气 有空常来 他们怎么这样对待你啊 显直太过分了 那个 我叫陆慈川 你呢 陆慈川的声音有些抖 但声音温和 黎沫 那我先回家吃饭了 陆慈川从中午等黎沫到傍晚 却等来了黎夜 陆慈川有些受宠落惊 黎夜却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喜欢我女儿吗 说说我没 话未说完 黎夜就不满地看了他一眼 喜欢就是喜欢 别说媚良心的话 喜欢 那我把女儿嫁给你怎么样 这句话可把陆慈川吓得不轻 他不安地看着黎夜 怕什么 不过我可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我给你一个假身份 再给你五千万的创业基金 你在这个市场上打一个天下给默默 如果你不敢就算了 等你出院以后就回长假 别再和黎沫见面了 我敢 陆慈川坚定的眼神让黎夜十分满意 哦 等你身体养好了 就开始 一个月后 爸爸 明天我想要去尔海 行 注意安全 让那个什么你的好闺蜜 与婉一起去 我想跟阿慈去 自家女儿怎么越来越不矜持了 明天去 后天下午就回来 好不好 爸爸 黎夜也帮腔说道 爸 你就答应吧 阿末玩心重 上回去尔海不是被成家搅黄了吗 黎夜宠溺地笑了笑 行 去吧 趁你妈还没回来 再玩一天 弟 爸爸 你最好了 尔海很美 上一次 那时少女是她遥不可及的梦想 而现在她在努力地一点一点地靠近 阿慈 这片海 我真的好喜欢啊 林沫 我喜欢你 若慈川看着少女呆住的表情 她的心越跳越快 少女笑得暖洋洋的样子 印在了她的心上 喀慈 我爱你